某家车企的车评人水平到底有多低 我跟你们讲笑话就知道了 前一阵呢 某个硬要越野的车型 不是参加个拉力赛吗 而且大肆宣传 宣传就宣传嘛 然后给的通稿里面啊 他那些车评人也不知道是信了邪了 还是怎么样啊 宣传这个车在某个路段的时候 某个赛段 平均车速达到了160公里每小时 你没有听错 160哦 相信开过车的朋友 对于平均车速160个什么概念 都清楚的一批 哪怕你在高速上 你要不开个18019 你平均车速能达到160吗 就是这么离谱的数字 吊打减压牌这些车评人们 竟然相信了 而且照着通稿 他念出来了 他把视频也发出来了 你就说他家车评人有没有开过车 而且这辆车呀 懂车地上的最高时速才180 最高时速180的车 在越野拉力赛的一个赛段里 你怎么样能达到160的平均车速 而且还被当时参赛的车手 啪啪打脸啊 直接怼脸成情 说自己的平均车速 也就在80左右 离谱吗 其实一点不离谱 你们以为他是在宣传自己的车辆 但其实啊 他是在筛选自己忠实的信徒啊 这个可以说是汽车宣传史上 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 完全是把自己和受众者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你怎么说的出口 给你看一段数据 WRC的比赛 一般最高时速 平均速度也就在140左右 160是怎么被你想出来的 这其实经典的傲慢的甲方 以及只会跪舔的乙方 甲方呢 无脑 完全去没有思考他真实的数据 就把他拿出来 想要吹嘘一把 结果乙方 但凡有一个人有脑 去稍微查询一下 就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合乎常理的 可以跟甲方去诉说一下 改的稍微真实一点 但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看到有谁说 在越野比赛里面 平均时速是160的 那么这个车评人 你真的把他给拉黑 因为他完全是一个讲脱口秀 或者是说相声 而不是真正跟你聊车的 因为连一点点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完全是汽车评论界的一个笑话 关注我 给你揭秘假车评人的谎言 大指一算 总部在越币的超级销量大厂 已经很久没有理我了 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仔细想来 可能是因为这个事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去年的超级销量大厂 有一个发布会 他说中国的车企 要团结在一起 要在一起等等的 大概是这意思 然后在这个事之后 我就发了两条视频 其中一条发带的是我的小号 这个视频大概意思是讲的 一帮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他们都干同一个行业 结果吃着吃着 桌子上有些人吵起来了 这时候就出来一个人说 我们不要吵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吵架的话 只会让外人看我们的笑话 这时候更应该团结起来 把劲使在一起 拧成一股绳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行业才会更好的发展 你说谁有资格说这个话 那肯定是这个行业里的老大 或者说以老大自居的人 这是第一个视频的内容 第二个视频就发在我们的官号 我说的也是针对这个事 月币的销量大企说要在一起 但是北方的一个大企业不同意 说与其说在一起 不如针刀针枪的干一仗 然后我还问网友 大家怎么看这个事 你们支持谁 从哪之后 月币的大厂就不理我了 他们应该是去年8月份左右 发的发布会说要在一起 7月份的时候 我还拍他们家的猫科动物的 这款电的越野车 然后再之后就没受过邀请了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跟这两条视频 或者说关于他们说的这个在一起 然后我录的相应的视频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再重申一下 我录这个视频不是说 想让人家继续理我 去请我拍他们车等等的 这其实有我没我这样一个媒体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我就想说的是 哇 难道真的一点点一点点都说不得吗 人有自尊是很重要的 但有的时候吧 极度自尊 我觉得背后是自卑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只有特斯拉能做免息 给购车的消费者免个贷款利息 真的很难吗 我是说没有任何套路的 实打实的免除利息 特斯拉的免息政策 对销量的出境作用有多大 就算你不是营销行业的 你也能看得出来 特斯拉8月份国内的销量又创新高了 卖了6.3万辆 其中摩托歪有4.5万多辆 要知道 这还是大多数人都知道 摩托歪马上交改新款了 还卖了这么多 这里免息的作用有多大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至少能让特斯拉在国内 一个月多卖2万辆车 只多不少 我本以为这么有效的销售策略 其他车企很快就会抄作业 但万万没想到 特斯拉都免息免三个月了 愣是没第二家车企 跟进这个纯免息 难道是我高估了 资本家对韭菜的怜悯 还是他们压根都是铁公鸡 就是一毛不拔 但给车病人的充值 买流量的钱 那是多少都舍得出啊 但你说给你们这些 真正的衣食父母啊 这些购车的消费者 一点点的真金白银的实惠的时候 怎么就一毛不拔了呢 一辆车的利息啊 真的没多少 特斯拉一辆车 也就给车主免了 两万左右的利息 而车企正大体量的贷款啊 直接跟银行去谈 能谈来相当不错的利息 比个人单独去找银行贷款 利息要低很多 实际车企免息的成本 真的没多高 但车企对广告之处 和免息之处 这两种态度的差异 为什么这么大呢 免息这么有效 而且成本又没多高的出销策略 其他的车企 为什么就不能像住广告 充值车评人一样 那么积极了呢 后来我算是想明白了啊 特斯拉这一拳啊 又打在其他车企的七寸上 其他的车 还在靠贷款的套路 多赚消费者的钱呢啊 为什么除了特斯拉以外 所有的新车 你贷款买车的价格 都要比全款买车的价格要低 对吧 我没瞎变吗 为什么你贷款买车 价格反而能更低呢 人家不从贷款的利息里 多赚你钱 那车可能低价卖给你吗 好好想一想 这里的套路就多了啊 车企 销售公司 能从银行那拿到多少贷款的返点 一些个人 又能从中拿到多少的利益啊 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车企官方搞个纯免稀 那这将连带多少人的利益受损呢 尤其这些人中 很多还是车企内的重要人物啊 所以这个纯免稀 根本就推不下去 再有啊 车企的广告预算 就真能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的都进入到车评人 进入到各大媒体平台的账上吗 根本不可能吧 这个成成八皮啊 最后真正充值到车评人 和到媒体平台买流量的钱 能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这又是这个链条上无数人的利益来源 但如果车企把广告的投入 都变成免掉的利息 给购车的消费者了 那这一帮人的利益 又受到严重损害了 那这又变成不可能了 所以车企的广告投入 那是越大越好 这是个没有数的钱 广告投入了多少 能产生多少的销量 这是个什么比例 没人能说得清 这是个弧度诈 那就有运作空间了 就可以成为太多的人的利益来源了 但最终这些利益的来源 不还是相信你们品牌 支持你们品牌的车主吗 给车免息就不一样了 每免息卖一辆车 免掉的利息是固定的 而且是有精确数额的 销量是多少 车企需要投入的 免掉的利息的成本是多少 是可以精确计算的 那车企里里外外 太多的人就没办法搞钱了 所以这个免息的策略 也推不下去 太多的人巴不得 把所有的成本都投入到广告营销 免息了还怎么捞钱 而特斯拉抛开技术优势不谈 仅凭这种完全透明的管理模式和销售模式 没有任何套路的真诚 真正让利给消费者的这种实在 就已经是其他车企 无法复制的绝对精灯力了 所以目前来看 真正让利给消费者的纯免息 其他车企还真搞不了 你的购车款中 其中有多大的比例 通过灰色渠道 进入了一些个人摇报 特斯拉我不敢保证一定没有 但这个比例一定是最低的 也就是你买的特斯拉 你更多的钱是花在了车辆本身 为更顶级的用料 更安全 更高科技 更好开 更耐用而买单 而不是为一对 与你和你的车 毫不相关的东西买单 车评人也要讲点良心 某道这个道版Model Y 用个比亚迪元的 同款60度03铁锂电池 卖20万 很多人要是第一辆车 听了你们的鞋买了 那还得了 现在7X上市的 又来碰瓷这个7X 哪怕你在15万价位 你也打不过这个小鹏G6 何况你还没有电池 真的这种溢价来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 极力系的车 至少用料给你扎实堆满 你乐到有啥 租电还是换电 啊 这些功能是免费的吗 中国制造的汽车 站起来了吗 中国的汽车产业 站起来了吗 这两年 对于我们中国的汽车 及汽车产业 各种异美之词呀 简直是叫漫天飞舞 摁都摁不住 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了吗 大家都把好话说完了 我来说一些不好的话吧 我觉得爱国无可厚非 也是我辈的基本责任 但是呢 爱国要理智 真正的超越对手 也一定要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才有超越别人的可能性吧 我们来看一看 车间里面 饭的车 以及大概在他们车上 钻的零部件是什么水平 再说呗 大家看 这部汽车是什么品牌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还有什么品牌 中华汽车 宝马的发动机 大家看 这是一部 奥迪 我们看一下 它车上有多少个品牌 大家看 它的滤清器 用的是汉格斯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油气分离器 用的是马勒 我们再来看 它的 燃油高压泵 用的是博士 它的 涡轮增压器的 控制法 用的也是马勒的 它的机油 用的是加斯多的 它的发电机 用的是日本电砖的 它的控制电脑 也就是ECU 大家看到 是德国博士 再来看看 国厂的吉利吧 静置传感器 博士的 这个也是 博士的 节气门 博士的 发车总共 德国 ATE的 需电池 瓦尔卡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宝马 车闪 转的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 它的电子节气门 用的是VDO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刹车总共 和刹车油壶 用的是什么的 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用的是 德国 ATE的 因为下方太远 我们不好打开看 这不看了 它的电子风扇的模块 用的是德国博士的 好了 这是一部奥迪车的 玻璃升降机构总成 但是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品牌是什么 这个品牌叫 博泽 世界上 每两台车 就有一台 专备 博泽 这个品牌的 汽车零部件 好的 再来看 另外一部 国产车 这是我们国家的 领克 一看这个大灯 大家都知道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发动机餐内部 能够看到 哪些零部件品牌 大家看 它的油气温度器 也叫废气阀 阿尔林 克林尔 德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 刹车 总泵 和分泵 非常明显 能够看到 是 德国 ATE的 那么它的 发动机电脑板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很容易看到 这是德国博士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蝉辐车 它的发动机上面 转哪些零部件 它的进气气管 AC的 刹车助力泵 VTE 刹车总泵 VTE 刹车中空泵 福特自己 For Mokk的 并者风扇 福特For Mokk的 我们再来看看 丰田装备的零部件 是哪家的 发电机 电砖的 一条泵呢 肯定也是电砖的 因为它使用 他们家自己电砖的 近期流量传感器 日历的 电脑板 电砖的 大灯 没有用日本小妖的 而用的是法料的 ABS泵 用的是博士的 高岸油泵 电砖的 大部分车呢 用的是日历的 车间里面 转了一圈 我们看了 日系车 我们看了美系车 我们看了德系车 也看了我们的 华系车 大家发现没有 装备在它上面的 很多 关键性的零部件 有非常高的 一致性 博士 电砖 ATE 等等 那么 这种现象 我们怎么看待呢 分两点 第一国产车 合资品牌的车 和进口车 装备的汽车 关键性的功能性零部件 还基本上一致 那么 我们国产车的成本上去 但是呢 我们国产车的 固占率 它下来了 我们国产车的 稳定性呢 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第二呢 汽车上面一些 关键的零部件的 生产水平啊 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或者说是中国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链 它还上不了国际的台面 它还差一口气呢 所以中国的汽车产业 目前来说 还属于正在 上升或者是前进的阶段 远远达不到超越别人的那个阶段 说到这里呢 很多的看官们 心里面一片滑涼滑涼的 没有必要 我们接下来从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是造车 第二是汽车产业来分析 我们中国目前出一声水平 从生产汽车 制造汽车的角度上面来说呢 一个汽车生产企业 只要掌握了核心的技术 哪些是核心的技术呢 比如说发动机 变速箱 集团的调校 以及外观的设计等等 在采购他自己不能生产的一流的核心的重要的零部件 来把这些综合的产品调整到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 这就是汽车生产企业的核心 因为国产车如此 那么国外的车也是如此 汽车制造行业就是这么一个惯例 所以请找最好的零部件 来调整出车辆最好的状态 达到车辆最好的寿命和质量 所以从生产汽车的角度来说呀 我们的残城 奇瑞 长安 包括我们的吉利 这些车企啊 在生产车上面 虽然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 也在慢慢的向他们靠拢 中国生产的汽车 有巨大的进步 但是从全世界的销量上面来说 还不能跨越到 让全世界人民都认可的这个地步 路漫漫 稀修远西 我们还需要秩序努力 有了好的苗头啊 我们一定要保持住 那么要讲到汽车产业呢 它不仅仅是制造汽车 还有非常多的汽车基础的 生产 行业 生产 液态 玻璃呀 电子研器件呀 金属加工呀 合金加工呀 橡胶呀 等等等等 所以说汽车是支柱产业 因为一部汽车带动的是 整个金属 化工 电子 人才 劳动力 市场的整个促进的因素 所以汽车作为支柱产业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支柱产业里面 我们相对来说 还是处于比较低端的 我们的核心零部件 关键零部件 并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 它代表的并不是非常完美的质量和非常好的稳定性 所以中国的汽车产业列还在大量的依靠国外先进的关键零部件技术来支撑它 我们呀还有很残的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攻克 有了好的苗头 不代表有好的结果 在上一个世纪的上一个年代 中国汽车品牌第一次创业 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品牌 比如说什么大迪呀 包括什么东风小滩呀 杨子呀 等等这些品牌 在市场的大波澜的淘汰下 今天还剩下几个 今天剩下的几个呢 都是大家能看到的 产城 吉利 奇瑞吧 所以呢 我们并不是全面领先 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瑕疵 再看一看那些所谓夭夭领先的品牌吧 一部售价三到五十万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基础制造水平是什么呀 我们看看它外部的板轻件 外部看着是毛关水滑 看内部呢 翼子板的支撑件冲压的水平标准吗 从下面的痕迹就可以完全看出来 装下去调整间隙绝对是不对的 是用锤重新来敲击 来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缝隙和角度的 这就有有理先吗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大灯框架 大灯框架的周边呀 都还有毛刺还能把人的手给它划开 这叫三五十万的汽车上面应该有的基础性的零部件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螺丝 连基本的外六角的座部标准 连基本的内部十字做的都不对等 再来看看最基础的冲压零部件吧 看看它的尾门荷叶 尾门荷叶上面也是倒刺非常多 然后看看它的锁块 引镜盖锁块 上面多出来这两个尖尖是什么意思 你造的是凶器呢 还是汽车零部件 而这种售价三十万到五十万的汽车 除了内饰豪华 所谓的制动驾驶 让人琢磨不透以外 它的基础加工工艺 和维新车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这种生产工艺还不如我们的查安维新车 武林维新车 何以厚颜无耻 遥遥领先呢 汽车产业万象刀楼屏蔽起 基础的零部件加工 基础的核心零部件的加工 才能撑起万象刀楼 你的刀楼是飘在空中的吗 所以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的汽车生产企业 通过了这三十年的奋斗 得到一点结果非常不容易 他需要我们 倍加的去呵护他 去客观的认识他 和帮助他 他才有机会超越 丰田本田现代 等等这些世界性的起 今天 给他吹的 都在田上 是半沙呀 可不是嘴捧 缺点也输了 该骂的也骂了 我们的汽车工业 和我们的汽车装备制造水平啊 在全世界真的是 进入到了二流的水平 离一流呢 我们还有一点距离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呀 有万达到一流 甚至超过一流 但是 只是有万 它不是借骨 这个过程呢 需要太多的 汽车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 做出更多的努力 需要我们更多的生产企业 和我们更多的零部件制造企业 不断的努力 让这个行业整体的上升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 让我们的产品 卖完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民 认可我们的汽车 认可我们的汽车零部件 期待掉这些国外车上面的零部件 我们的汽车产业 才真正的站起来 大家明白吧 爱国完全没有文字 但是我们一定要理智 不能盲目 也告诉我们在从事汽车产业的同事们 同人们 老师们 专家们 我们不应该误导我们 善良 爱国的老百姓 我们应该传递给他们正确的指使 正确的导向 让他们爱国爱得更明智 让他帮助我们的国产车企 和国产的汽车产业 真正能够在获利的同时 超越国际品牌达到世界一流 这样才是真正 憨实基础的超越和世界一流 大家说 对不对呢 对不对 还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